口角炎我們俗稱爛嘴角 口角可能會有裂、出水、結痂、脫皮、潮污的現象 從這個角度來說 口、嘴順和皮胃相關 所以最常見到是皮胃濕熱 或是皮膚濕重的情況 如果是反腐化作的話 亦有可能是因為血虛風草而導致 口角炎一至兩個星期就會愈合 例如旁邊會比較紅、癢癢、熱、痛、痛 從這個角度來說 這是跟濕熱相關的 很多時候一些患者 例如夜睡、喜歡吃新辣、煎炸東西 或是燥熱的話 容易有這個情況 另外亦有濕疹底、敏感底 例如有唇鹽、不注意飲食 例如多時那些凍食 或是一些過敏的食物 之後又發了 字幕君疆 感谢观看